大家好 这里是顺院文化秉森工学讲堂 我是王秉森 我的讲课风格就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杀印相生 杀印相生是比较有魅力的一种八个格局 他跟这个洋人架杀一样 适合同事五职 例如适合当兵 有将军制裁 在企业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呢 适合当公权法 在企业里面呢 也往往是有这种实权的管理层 另外呢 他实际上在这个个人魅力和这个实力上 往往是超过这个官印相生的 那么这个杀印相生到底要具备什么特征的 就是有如下四个特征 第一个最纯正的杀印相生的 本身一定要是七杀格 即月之一定要是七杀 就是说的更细致一点 就是这个月之的本气是七杀 同时这个中气或者是余气是正印 另外呢这个正印七杀要同时透出天干 也就是说七杀正印同根在月之又透出天干 最好呢是年干是七杀 月干是正印 这是最标准的杀印相生 第二个呢这个日主呢 他不能够太旺也不能够太弱 一般的地质里面有根就可以了 另外呢这个印行也不能太弱 不能是虚伏无根又被克 因为他只有有根能立得住 他才能够化解七杀 也就是说日主七杀正印 就要在地支有根才可以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不能够有十神之煞 也不能够有才坏印 因为十神之煞呢 这个七杀就不能够生印了 那个印就没有源头 就不利于事业 那么才去坏印呢 那更差了 才一旦坏了印之后 印就不化解这个七杀 七杀就会克你 这种人呢容易为钱财 容易这种导致很多这种官非口舌 甚至丢官罢职 再就是呢 这个杀印相生呢 不能够再有羊刃 就是这个日之 这个日元 他的地支里面可以有根 但是最好不要有羊刃 为什么呢 因为有羊刃的话 他就变成了羊刃驾杀了 那么羊刃驾杀 杀印相生一混合 这就好比呢 把这个印格并入羊刃驾杀 你就看一下这个八字 一片都是帮持他 声望他的 没有任何的这种客谢号 这个人呢 就是勇猛精进 容易有横灾 横财 但是呢 也容易横死 事业上会起伏非常大 并不是非常的好 另外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八字身比较弱 但是呢 有这个印来化解七杀 这个印能够贴近这个日干 能够直接生他 也比较不妥 但就是呢 如果这个七杀不是在年干 而是在月干上 紧接着这个日干来克这个日主的话 最好呢 就是这个日之或者时干上有正印来化解七杀 也会比较好 另外呢 我们说过了不能有失神之杀 但是有一种情况可以允许有失神之杀 就是有印隔在这个时神跟七杀中间 其他一个化解的作用 比如说年干七杀 月干正印 时干世神 这样也可以 这就是杀金相生的一个动体的一个特征 那么杀金相生的人 有什么新性的表现 或者是事业上会如何表现呢 这种人呢首先来说一般都是这个文武双全 为什么呢 因为七杀主武勇猛精进 正印主文能够化解七杀的力气 这种人就是文武双全 智武双全 很多这种历史上一些文官 也可以去当将军 也能够去统兵 或者成为他们成为儒将的一部分人 就往往就是杀金相生 另外呢这个杀金相生呢非常的通明 有智慧 这种人呢 他不服管 另外呢 他的心胸呢也不是很宽广 有一些不能够容忍 他不欺负别人 但是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他 这种人呢吃乱不吃硬 跟这个领导长辈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这种人只适合当一把手 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不适合当下手 也不适合当副手 另外呢就这种人虽然说 跟领导啊 长辈的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对自己的下属 后背 后进的人 却非常的关怀 可以说就是体训弱者 照顾下属 比如说咱们在历史上 经常看到有些将军 跟君王敢于抗争 但是却爱兵如子 就这种情况 在现在的企业里面 我们也会经常见到这种人 跟这个老板的关系 可能一般有时候感觉直接跟老板拍桌子 但是对自己部门的下属 就关怀备佳 敢于去为自己的人 为自己的下属去争取更多的这种利益 跟好处 同时呢能够获得这种下属的拥戴 有一帮小弟在身边 这种人呢 也是杀影相生的 另外呢就是 古代这种逃亡英雄 往往也是杀影相生 在这种社会上 咱们看到的这种能够代表迷役 能够敢于抗争 直言的人也是杀影相生 比如说咱们之前看到的这种带头大哥 这种意见领袖 往往也属于杀影相生的格局 也就是说无论是当将军 从事攻坚法 在企业里任高层 还是国家的逃亡英雄 当在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等等 大部分都是杀影相生的格局 但是呢 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阶层生活环境不一样 最后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的道路 但是他们在往往在人格的魅力上 在个性上 往往是一致的 都是体现了杀影相生的一些特征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